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有没有看我笑得这么开心 为啥笑这么开心 我要从邓律师那听内幕了 这个内幕我跟你讲 我实在是等不及了 我心里这个吃瓜 这个已经开始吃了 其实就瓜还没开始呢 但我已经开始吃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看到的那些华人的政客 都感觉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对不对 你要不在电视上看看 你就觉得说 我的天哪 这些人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邓律师都认识 邓律师都跟他们认识 几十年了 所以我今天真的有很多的问题 想问邓律师 然后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就是这些人 他们为什么去支持 那些那么多愚蠢的法案 甚至他们自己会提出来 然后这些背后的内幕都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好好听 邓律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欢迎邓律师 谢谢医生 谢谢菲利莎 其实我前半生是做记者的 新闻的 我在做记者的时候 新闻学院我的一个教授 Tom Riley 他就说 我们记者要有一个职业操守 就是要承担起这个社会责任 他是水门事件里边 做了新闻学院的一个院长 Watergate Watergate 他就说他就培养了 他说我们记者能够将 发出一个水门事件 将尼克松主统逼退 你可以看得出媒体扮演的 就是这种监督的第四权 我们讲了三权分立 司法以后 还有行政国会立法这部分 还有总统行政 以后第四权就是我们媒体 我们媒体的话 可以监督这三权 每个权我都可以监督 让大众将他们压力 在过去 后来我们做了律师之后 其实在 因为我跑的是政治新闻 在淮汉社区打婚了十年 所以赵美兴 要竞选Motropod市议员的时候 他的文权是我帮他翻译的 然后后来我的好朋友 这个赵本丽也是做律师 他要出来竞选议员 我也是第一个帮他筹钱的 然后像赵美兴 他在华安社区成立一个 亚太Asian Youth Center 我在里边做了他的理事 做会长做了二十年 所以我对这些民主党的 非常熟 并且每个人都拿过我的捐款 但是直到五年以前 以后我就发现的话 民主党已经变色 以后这些所民选官员 尤其是华人的民选官员 上流的事 上流的人士 做尽了下流的事情 我今天就跟你讲一下 他们做哪些下流的事情 洗耳恭天 像那个周本利 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有跟他 就是他在那个Zoom call 有弄那个时候 好像是在讲小孩变性的 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上去 然后我就说 你对这个东西有责任 你是民选官员 你需要保护家长的权益 你如果说这个东西 你同意的话 你会什么 然后他马上就说 在这边 有人敢威胁民选官员 他说我威胁他 生气了 生气了 他当时在Montevella 做学区委员的时候 我是支持他 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在China Town 有几位非法移民 小孩子没有人照顾 所以后来China Town Center的话 来帮助他们 当时的周本利 还没有做律师 他是做工程师 去去帮忙 我认识他 我觉得这个人不错 心地很好 后来就一直 他做律师之后 这个我也做律师 我不做民事诉讼 他做民事诉讼 我介绍很多客人给他 所以有很长的友谊 后来他要竞选国会议员 以后我随着时间不到 但是我还是帮他筹款 支持他 后来当然的话 这个他选了几次 没有选上去 以后赵美心 就是他认识了赵美心 以后赵美心的话 将他的先生吴国庆 Mike King 以后他们这个位置的话 专门是为我们亚太一 划出的一个选区 49选区 将亚太一这部分的话 这个选区重划的时候 就是将亚太一的60%的居民 变成亚太里合在一起 所以变成一个亚裔的选区 亚裔这个49选区里边的话 赵美心 因为他有term limit 做了12年你就要退的 就退了之后 就传给了吴国庆 他的先生 他老公 他老公的话 要竞选参议员的时候 没有选上 以后的话 但是那时候 他就扶植赵本利出来了 赵本利扶植出来的时候的话 那时候第二年 他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案子 就是这个SCA-5 就是因为加州宪法 是不允许在招生 招工招标的时候 用种族 用一个配额这部分的 以后的话 但是SCA-5的话 他说在招生的时候 可以考虑主义 要预留名额给拉丁医 还有黑人 那无非就歧视我们亚太医了 所以那时候的话 民众反弹很大 以后我那时候就直接问 周本利 你作为一个议员 你应该是替我们社区市 把门口 看好有没有这个法案 以后你并且的话 暗中还是支持他 所以当时的话 他是一下子看到500多人 在他办公室门口 抗议 以后的话 周本利马上打电话给我 邓律师你是记者 有没有办法能够劝退 我说你的立场是什么 以后的话 他说我还没有定下来 那你就要反对这个SCA-5 对不对 以后他说 但是SCA-5他说 他也谈了 他说我不是我一个人能够 这个是拉丁医党团 要推动的政策 因为他们感觉到 拉丁医现在力量很壮大了 以后那是为什么 招生人数里边 对 我们要培养 我们下一代的拉丁医的话 应该有名额 我们现在拉丁医的话 在罗汉基已经40%了 为什么UCLA的话 招生人数不到20%呢 为什么的话 这个是UC系统里边的话 这个现在好像那时候 UC Irvine UC Santa Barbara UCLA变成了University of Chinese 这样子的话 所以他说 这个是拉丁医 他们要反对的东西 要推动的议案 我一听这种真瘦了 你们哥哥一拎出来 考30分考50分的 你上什么UC Irvine 谁要你 你还说 为什么监狱里 装那么多黑人 你们别犯罪呀 你这真搞笑 所以那次的话 Edwin的话 他也听我的建议 他说你最好 他表态 你是反对SAFI的 他反对了 但是的话 他在撤案的方面 撤回这个案子的话 因为提案的话 是Ed Hernandez 那时候是拉丁医 他们要得罪 以后但是的话 我们是知道 后面推手是Ed Hernandez 他要竞选副州长 所以我们发动华人社区 要支持他的对手的时候 他就软下来了 OK 他就说OK 那好 我将这个SAFI 他就隔自一边了 不提了 没想到的话 这个再过了四年 这个提案 另外一个包装出来 包装来的时候的话 我就跟Ed讲 你敢投 我就跟你翻脸 后来的话 他说他的他里面的身边的所有的人 工作人员都跟我的很熟 以后他说 Daniel 你们两个都朋友 为什么吵了两个多小时 有什么东西没有办法解决的 我说Ed 你要知道 如果你敢投这些东西的话 我会在社区上面来骂你 我说唯一一个方法 OK 我觉得你人品还不错的 还没有完全是变坏的 你是做法官 趁现在州长是牛省的时候 说民主党的时候 因为州长提名就可以了 他听了我的建议 因为他知道环社区的话 会反他 对他来那个方数墙 不是也很糟糕吗 现在就是 我说的上流社 做新的下流的事情 就是他 在上个礼拜的话 你可以看的时候 他提案的话 他在高等委员会 做委员 他里面提了几个案子的话 在去年的时候 他提的一个案子 就是给所有非法移民 健保他投赞成的 对 后来他又投案的话 提案的话 给所有非法移民 这个奖学金 助学金 也是他提出来的 通过的 对 我关于他以前也讲过的话 民主党一党 独大的情况之下 没有经过任何讨论 两个月三个月 马上就通过了 然后在 在今年他所通过的话 就是 他是 学校的所有工作 州政府的工作 全部开放给非法移民 是 所以这些的话都是 他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我们选民里面的话 你在49选区 包括 Saint Gabriel Saint Marino Arcadia Tempo City 这些选区里面的话 会同意的话 给非法移民 奖励非法移民 因为你现在非法移民的话 有钱的人都因为 加州万万岁都搬走了 而是 现在 吸引所有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到加州 可以拿驾照 可以拿福利 可以 这个拿健保 现在可以免费上学 他当然 来加州了 那我们出现的话 就是说 大批有钱人搬离 加州 而来的这些人都是 非法移民 没有做个背景调查的 都觉得的话 这个违法 不算什么东西 因为 对我们来说 我们美国之所以 有一个法治国家 law and order 我们必要尊重法律 对 而不是鼓励别人去犯罪 移民法 严格规定 你必须要合法身份 才能够打工 以后你多少 有人才的 F1学生 没办法来打工 这就是法律 对 但是他为什么非法移民的话 背景没有调查过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就可以来抢我们的福利 他有付过税吗 没有啊 还有15万的 买房基金 对啊 像方树强 就是这样子的人 如果真正的话 真正引导 这个加州腐败的 就是这个菲律丁 丁佑利 对 然后他是在旧金山 代表 Chinatown的 然后还有的话 一个执着人士 Evan Law Evan Law St. Jose的华人 那这些华人 推动了所有东西 之前的话 就是说禁止 禁止这个辅导员 心理医生 做性别 这个资讯的部分的话 提案的 就是 这个Richard Pahn 也是个华人 以后的话 要雕销医生执照 如果你医生跟病人说 你没有这比要打疫苗 对 因为你讲的这个部分 那 医生要要求执照 提案了 也是不绝盘 在过去几年里面 可以看得出的话 所有这些激进派的 不符合常理的 这些案子 都是 华人议员所提出来的 而且华人他们 我就听我妈讲过 因为我那时候住Arcadia 然后我就问 那时候也是在选议员 然后我就问我妈说 那你要选谁 那时候我好像还没有到18岁 还没有投票权 他就说 那就投那个华人 所以说他们是觉得说 只要我的姓是一个字 对 这边的人就一定会投我 对 所以说他们就是完全 真的一点都不尊重你的意愿 一点都不尊重你的感觉 这些华裔民选官员 就是吃定了 华人会支持华人 我会讲一两句中文 就可以达到你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 我一听赵美心 每次说新年快乐 我都吐血一次 并且赵美心 方树强 所有民选官员 他印的 在花我们纳税人 印的奖状 表扬状的话 是三万多张 每年了 人人有奖 人人有奖 70万的选区里边的话 三万张 你可以看得出 他是怎么样的收买 因为华人跟他拍个照 以后拿个奖状 谁不投他的票 感觉热得不得了 他们 我们社区利益就收了 我们奖励的话 就讲 这个华人社区 最担心的 是自己健康出问题 对 但是我们华人社区里边的 健康指数是最低的 为什么的话 因为我们出现 垄断的问题 垄断里边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现在 我们华人社区里边 会讲中文的几个意愿 都是一个集团 所拥有的 而这个集团 将政客的话 玩弄在手里边去 以后赵美心 他现在 为什么变成千万富翁 因为他替这个医疗 职团效劳 他们的话 有股 这个后来 包装了一两个公司 上市的 给了赵美心 大币的股票 这个是公开的 以后 另外一方面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医院的生存 他靠的话是两个 一个是Medical 加州政府的 一个是Medicare 我们以前支持一个候选人 竞选加州州长 也做过加州主计长的 叫做John Chan 江俊辉 他没有当选 后来就替谁做 也是替这个医疗 子团来做 为什么替他做呢 因为他在 State Controller里边做过 以后 Controller的是什么 你这个不是不符合程序 或者你冲水了 我不给你那么多钱 是州政府 这个出纳员一样的 以后他来替这个州政府 来追钱了 那我们很重要的 很多议题 赵美新都不在乎 但是的话 你看的话 他的筹款会里边的话 一半是工会 一半都是医生 为什么的话 这个医疗网发动 你要支持赵美新 哪一个医生 不敢得罪医疗网呢 以后医疗网不断的收购 变成一个垄断 州政府联邦政府 就不能够并购 以后出来要将联邦政府 州政府 这个反托拉斯调查的话 关起来的是谁 也是这些民选官员 但是真正受影响的是 我们的新移民 英文不懂 只能到这些华语的医疗去 他也知道 以后服务不怎么样 你又能够怎么样 医疗事故不断的发生 你拿我没办法 而且上面还有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的成员 帮你们挡着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这些 我说为什么这些上流社会 做尽了这些下流的事情 你说一个参政 所以目前的话 轻易是都是民主党的政客 而这些政客里边的话 哪一个是真正做个生意 管过钱的 都没有 没有的情况之下的话 就是乱花钱 只要能够拿到选票 都是就投你的票 你在所有华人市议员里边的话 是赵美兴机器 现在已经变成了是个赵美兴机器 就因为他要随伤就随伤 你听我的话 我就支持你做市议员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要打破 要觉得不能够局限于 他是华人 我们就支持他 我有几个清流 共和党的 像陈立德 我就问他 你在议会上面 有那么多的同事 都是Asian 然后这些提案 那么激进派的提案 给非法移民 这个给非法移民那个补助 这些东西的话 那他们有 为什么其他的族裔 黑人 拉丁裔不提 是由这些亚太裔的社区 或者是提出来呢 他说Daniel 很简单 They don't carry consequence 为什么 如果你是个白人 或者是拉丁裔 投票 你给非法移民 那么多的福利 吸引非法移民来 那回去以后 因为议员是没两年选举的 对 他就选不上了 但是的话 华人不一样 华人的话 就看脸 就看脸 看奖状 然后不看里边的内容 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立了什么案 然后 他们因为我们选出这个名义代表的话 他们是两个功能 第一个是替我们选民 来审预算 第二个是要立法 对 预算的话 很多议员 就像的话 Evan Low一样的话 他自己都没有房子 他怎么 他的 他现在反而民主党 觉得是个光荣 你自己的话 你想想看 你一个公司 请一个经理下来 你会连自己的话 那个房子都没有 还要租的房子 来美国20年了 你会请他吗 就表示他理财不 没有 没有规划 也没有 那钱都去哪了 所以你可以 就像华智一样 那个Tim Watts 他一圈选了副总统 60岁 华尔街日报 他讲的平均60岁 要准备退休了 至少有个房子 平均的话 应该拥有的价值 应该是100万 他当选州长之后 将自己的房子卖掉 没有房子 住进官邸里边去了 他价值里边的话 他跟他老婆 总的价值60岁 13万到30万 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 他根本不会理财 为什么我们加州 这个Minnesota州的预算 让他来管呢 就你把你家都管成那样 对 但是民主党的论调 就是说 你看看的话 清廉 清廉 还有一个的话 Eason他就说 你看看 他是代表我们 这个无产阶级 这不就是共产党的打法吗 对啊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现在的话 他自己没钱 作为光荣的事情 然后对这些 靠自己努力的 赚到钱的 以后交税的人 他觉得的话 那是黑无泪 你这样子怎么做 我们这些选民的话 没有觉醒起来 然后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wake up 我们不能够局限于 他们这些东方脸孔的 他们的职责 是要立法审预算 要balance我们的checkbook 而不是说自己没有钱的话 就乱花钱 以后我手上有权力的话 就不断的要加税加税 Earon Maas搬走 搬离加州了 以后很多企业就搬离加州了 以后Shotron也搬离加州了 对 为什么那么多企业 一搬走的话 企业加州得不到税 还有的话 成千上万的家的家庭 没有收入 对 不断的加税 杀鸡取卵 这种做法里面的话 因为这些民主党的政客 从赵美新到方树墙 哪一天是真正的话 吃个人间烟火的呢 他们都是做政客出身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要保住自己的位置 因为选不上的话 他就没有工作 没有钱了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的话 我们要参政 应该是支持一个有能力的 有魄力的 不是为了自己利益 而是为了公众利益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像赵美新 他让我感觉到 非常不爽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现在下面 发展了一个集团 对 就是你谁来讨好我 我就让谁上 当时周本利去了 当法官了之后 然后他下一个让谁接 就让方树墙接 那结果我当时一查 我说要 方树墙他本来 他根本他就是不住 在这个选区里之前 就罗汉基搬到这边来 搬到这边来 就是为了 要在这边满两年 然后可以上那个位子 他其实根本就不住在那边 那么你说在 我看很多支持他的人 其实很多都是 年纪比较大的广东人 他们说啥呢 说这是我们广东孩子 这是我们广东孩子 所以我要支持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老头老孩子 都全部被蒙蔽 全都被骗的 你说广东孩子 他脑袋里想的 哪一个跟我们的价值观 是符合的 他做的事情 哪一个是真的让你 就立出大拇指 说哎呀 这孩子做的真棒 没有嘛 是不是 他就他就到那个 哎呀偏偏选票 偏偏选票 就这样的 所以我记得之前 我们有去参加一个 event好像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华人社区里面 他们对这种官僚制度的 一个追捧 他们就是看到这些人 哇就像大明星一样 像你讲 他一年发三万多个奖状 我之前去哪个 牙科诊所 我都忘了 我去什么地方 还看到人家墙上挂的什么 还跟赵美心在一起什么 我当时我想说 天哪 你把它当成一个光荣的事情吗 你觉得这事情很光荣吗 太丢脸了 你跟这样的人一起拍照片 对 然后他们 那个结果那一次 好像是什么 方树强出来给谁颁奖 哇 大家全场起立鼓掌 为什么 因为哎呀 这是我们加州的谁谁谁 第一次遇见你就在那边 对对对 Asian Pacific Museum 对对对对 所以我一看到的话 很有趣的一边的话 每一次 以后别人都觉得 邓律师 这个职会里边赵美心又来 以后你能不能 这个 我担心你会害怕 我说害怕的不是我 而是他 他是替我们社区代表的 他是我们的公仆 他没有做的事情 所以有一次 那个赵美心碰到他 他说 Daniel 有什么东西误会的吗 你为什么老是批评我呢 我说Judy Do you do your job 问心 你自己问一下子 以后他的先生 Mike King 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我跟Mike的说 你为什么不支持Judy呢 为什么的话 我们支持的候选人 你都唱反调 是我说 凡是Judy支持的 我们华人社区都要投反对 因为他是赵美心机器的人 所以我说 你是替我们社区 我是选你出来替我们组织 看我们的预算 替我们立法的 2023年6月29号 最高法院 做出很重要的裁决 哈佛大学 歧视亚太医的政策 是违宪的 是违法的 第一个跑到14年NBC里面 去骂最高法院的裁决 就是赵美心 你想想看 这个法案 现在哈佛大学 所有的名校 所推动的政策 就是歧视我们亚太医 对 我们保守派的法官 维持公道 组织公道的 说你这种做法不是违法的 为什么赵美心会觉得话 不对呢 你没有推动可以 但是你不能够跟我们社区唱反调 对 你要代表我们 而不是代表你自己的政党利益 他是替利益团体去收钱 替工会来推动法案 对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些人真的有这么坏吗 或是难道真的有 或者是他们讲的东西 他们自己真的相信吗 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那些东西 就那套理论 实在是太弱智了 我跟你讲了一个内部的东西 我在世界报服务的时候 然后从90年开始到98年的话 我们有200多个员工 后来的话 我开始做律师了 我退出来去的时候 世界日报内部要成立工会 是赵美心 叫工会的人来开始打入 要在世界日报成立工会 世界日报为了这个事情里面 打官司 他说被劳工部告 说你是阻止这个员工 以后后面是吹动的 是在赵美心的推动 不断推动里面的话 打了9年的官司 世界日报 不管哪一个报纸 民间企业怎么跟政府来打 刚开始是在地方打 后来打到州 后来打到联邦去 打到DC去 几百万的律师费 企业没办法承受 政府是资源是无限的 赵美心不断的鼓励 政府还是他给的 对来跟你打 所以我不明白了 后来世界日报 现在的话 员工的话 剩下几十人 以后记者 五点钟之后 就派不出记者来了 我们那时候 在的新闻组 快三十人 每天都有冲劲的报道 对 你现在的没办法 因为 但是我更 让我不解一点的话 你世界日报 这个赵美心 是害死你的 你为什么还每天 还捧他呢 对 为什么还在 一直在捐钱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没有媒体 没有发出一个监督的作用 你要监督的政策是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华人参政的话 不要不局限 你支持华人 支持华人概念 我说是 就是因为这个概念 培养了这些华人的政客们 欺骗的行为 在投票方面是一套 回到社区里边是另外一套 他们知道 没有人会看我的投票记录 对 我只要给了个奖状 就OK的 所以为什么 这个 陈利德就是说 没有consequent 因为你是黑人的 你支持一个投票 回到黑人社区里边 反弹 白人的话 他说你怎么这样子 推动的法案 乱花钱 为什么加回那么多的 非法移民 没有人敢投 又回到社区里边的话 他肯定会被选民 选下去 华人无所谓 因为华人的话 都是局限 不知道 不知道他投票记录 而且华人 我觉得被 不只是美国这个地方 然后像说世界日报 1300这些的 已经被左派渗透进去的 这些公司 我觉得还有像台湾的 台湾的新闻媒体 什么中视台视华视 这些东西 他们的资源来源 也都是CNN 也都是MSNBC 也都是左派的新闻 所以说 你不管是在台湾的 像说LGBTQ这个东西 同性恋这样的这个议题 这么违反一个 华人的传统 华人的文化的一个东西 现在被台湾好像吹捧成一个 哇这个就是光荣 这个就是荣耀 我觉得媒体 我觉得你说的很重要 就是媒体不只是 这是没有在守护 我们的integrity 更是在伤害我们最原始的一个价值 还有文化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所以这点的话 所以为什么我感触蛮大 Tom Riley 我的新闻学院的院长里边的话 他知道我在华文媒体里边的话 在工作 他说你们除了inform之外 还有advocate 还要替你们的社区去advocate 所以那时候我在做政治记者的时候的话 这个我是对很多issue 我总是问三个问题 What have you done for our Chinese community What would you do for our community 以后我还是一样 以后我说 你们有没有一个 一个任何一个 跟我们社区的沟通渠道 了解民意的 但是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我们现在媒体的话 没有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 一方面做媒体的话很辛苦 以后靠的是广告 这个广告里边的导向 以后他们也没有足够的 能力向这个主流媒体 左媒里边培养了一个一天 因为做记者一天要发 两千次四篇文章 你哪有做深度的东西呢 没办法做深度 哇量太大了 量太大了 但是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 他们只能是超新闻 那边超超 也找一两个 左媒本身的话 就是有意识立场的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出现的话 所以为什么 爱报道 还有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支持这种的话 我们像我们这种自媒体的话 怎么样生存 怎么样让社区 inform 要 advocate 很重要 因为我们不能够 直接让你报道这部分 我们要鼓励民众 让他们觉醒 让他们知道里边的话 原来这些民主党的人 拿我们的钱 在后面还偷偷笑我们啥 要将我们卖掉了 我们还不知道 是 这个很重要 是啊 律师 所以我还 就是我 我个人感觉到 比较好奇的事情 就是你认识赵美新 还有他们这些左派 他们现在算是 很大的政客了 可是你说 你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只是竞选 蒙瑞泰克的一个市议员 那个是他刚开始 参政的时候吗 他做了市议员 他后来的话 又做了一个税务委员 做了税务委员之后 他就开始 然后也是Tour Court的 亚太法律服务中心 开始选区 从华出的49选区 那时候才是从税务委员 跳到了这个部分 他讲的话是 说他是在UCLA学的是心理学 还有的亚美研究 Asian American Studies的部分 他后来他自己的职责的话 他说是什么 大学教授 其实他是兼课 在ECLA的兼课 教了一个一门课 就是心理学 入门 他不是个教授 对 所以他就是 他从Montre Park 从Garvey 那时候他最早是 从Garvey的学区委员 开始选Montre Park 学区委员 然后市议员 然后这样慢慢 税务委员 以后后来再到 州的众议员 后来的话 这个 就竞选国会议员 也是一样跟拉丁医的话 这个 这个 Morina 这个派系的达成个协议 我支持给你 我华人多金 我后面有的医疗团队 这个医生来帮你 所以话你给我拉丁医的选票 我帮你抽多少钱 他们达成了跟拉丁医 那边达成了这个协议 达成这个协议之后 他们就开始的话 你给我钱 我们选举靠两票 一个是钞票 一个是选票 以后拉丁医给他选票 工会给他选票 以后 Juli Chu 他有医生团队在后面 以后给他钞票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你现在你可以看得出的话 他的Juli Chu machine里面 就是因为 他替医疗网来收钱 所以所有的医疗网 所有的医生 几百个医生 一定会支持他的 再加上的话 工会只要提出什么东西 放个屁 赵美新都会觉得是香的 所有的听 他是养了狗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里面的话 他所提的案 你可以看得出 没有任何建树的 对 没有任何 替我们社区做的事情 对 无非就是 堕胎权 以后 就是这个 他就一直 就是左派 主要提倡那些东西 他就大概跟他喊一喊 主要还是捞钱 最高法院在审理 堕胎案件的时候 他上了新闻 就是他在最高法院门口 以后没有执照 游行示威 被上了手铐 上了新闻 他的 在你查Juli Chu里面 这唯一一个的话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 所以为什么 妇女权 团体很帮他忙 但是你看看 我们28选区 国会选区 80% 是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决 这个权力的话 是州政府来决定 究竟进不进堕胎 并且在我们华人社区 非常保守 80%是反堕胎的 但是为什么 他作为一个 我们选区的国会议员 为什么敢冒着80%的反对的话 来让他一次一次连任呢 所以我们华人社区一定要决心 不能够因为赵美心会讲几句话 以后的话他就要选他 我们如果能够打破 将赵美心这个机器打烂掉了 谁支持 谁让赵美心支持的 谁就倒霉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们很成功的一次的话 就是帮助主机长这场选战 以后的话 你要知道孟俊胎有个市议员 以后他自己的话 投了他自己家里面投了 以后他自己的话 拿了700多万 700多万 还不是300多万 700多万 竞选Senate 我们还报错了 不好意思 我们听说的是300多万 不是 那我们要告诉Elylizabeth 对 700多万 来竞选一个位置 OK 那时候的话 这个700多万 是竞选的主机长 以后 那个薪水是多少 175,000 那大家算一下子 我投700万 要竞选一个职位的话 是17万的 划不划算 而且一年17万 还不是一个月 但是的话 幕后为什么有这样支持 我刚才讲的话 主机长是什么 是我们加州政府的出纳员 的确定下这部分 因为医院是靠这个生存的 对 州政府的生存的 有朝中有人 好办事 他要推的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为什么的话 这次大家也认清楚 他要竞选 跟Elylizabeth认清 大家知道的话 幕后有猫尼 猫尼是什么 我已经跟你讲清楚了 就是利益团体 在后面操纵 对 我们利益团体 对我们社区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的话 很简单 以前 Arcadia Metis Hospital 他跟Blue Cross来谈判 以后 以后 Arcadia的医院的话 是200块钱 假定是200块钱 一个服务 到了我们华人 这个医疗网 400块钱 腾撒 服务 设备 Arcadia的比你的好 他说 这次录我的医院 你不给我这个价钱 我叫所有医院 都不收你的病人 对 因为我们华人 牙医也是这个样子 对 这就是为什么 对 所以有个医疗网 医疗网里面的话 你想想看的话 他的医疗网 有很多 会只讲中文的 对 对 以后没有这个系统的话 他没办法 所以他就用这种 monopoly 垄断的方法 真正受害的是 是我们的消费者 没有选择 所以为什么 这些利益团体 操纵了我们社区 我们要觉醒起来 一定要不能够 就是因为华人的脸孔 美国的政治 跟乡的话 掺扯太深了 利益冲突太多了 彭赵美新的话 十几 这个一年 不到二十万的 国会议员的薪水 他为什么有 上千万的薪假 就是他拥有股票 股票是怎么来的 你在深层一查一下 就知道 原来是这种情形 就是因为这种的话 当年我做记者的时候 那他一开始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因为你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认识他 他一开始 你那时候支持他 然后帮他写新闻 帮他翻译做这东西 你应该不会觉得 他是这个样子 是个坏蛋吧 或者是什么的 是你改变的 还是他改变的 还有他的先生 都是很好的人 直到的话 以后开始掌权 尝到了power的味道 绝对的权力 有绝对的腐败 因为在并且的话 他尝到了甜头 我投票 没有人知道我投什么票 对 他还是 我的选民 还是继续会支持我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胆子越来越大了 你想想看 小孩子 他不需要为他自己的决定 负责的时候 对 当一个人不用负责的时候 所以就是等于干什么都行 所以他以前是很好的人 以前不错的人 并且他有几个法案的话 我觉得还是推动的 我在我做记者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个案件 一个华人 然后到阿姥巴尔的一个car dealer 里面的话去买车 然后中国人的笑死的都说 这个很好很好 这个价钱没问题 你签了合同OK了 每个月的话都是 但是没想到的车子的话 它是一个compound interest 就是利滚利的种方式 比如说 所以每个礼拜 每个月 本来的话讲好是200块钱的 付200块钱 没想到一下子拿到的话 账单的时候是400块钱 为什么讲好200块钱呢 因为英文所有东西 上面的写明是compound interest 利滚利的东西来 然后他不知道 所以那时候的话 我们就跟赵美兴讲了 他那时候在assembly 我说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所有的这些合同的话 一个是用中文 你勾学的话 应该要有中文的版本 这样子的话 所以那时候我们推动那个方案 是造福了很多新移民 所以后来我为什么 在做律师之后 愿意担任 亚太医青少年中心的话 就是我们的小孩子 两点半到六点钟 这段时间是犯罪率最高的 因为很多双职工的员工 小孩子没有送到 after school里面的话 他们经常跟拉丁一的小孩子 一直在一起打架 以后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成立亚太医这个亚医中心 就是要填补两点半到六点钟 亚太医犯罪率最高的时候 叫他们提供给他们 这个节送啊 课后辅导啊 还有做这些事情 如果在那边做了20年 以后但是10年的话 最近10年他就变了 以后他的政策里边呢 为什么小孩子偷糖 没有打他 他没有被发现 以后胆子越大了 开始偷手机了 以后将来的话 都没有后果 没有惩罚嘛 以后我们知道他有在偷 但是我们还是冲恿他了 做美心 重用他的时候 赵美心就是这样子的人 以后刚开始的话 慢慢的越变越坏 立法的话 没有人管他 他胆子越来越大 他的人也是一样 他之所以的话 能够的话 跟拉丁一达成这个合作 就是我给你钞票 你给我选票 对 所以这种情形 但是的话 他们推动的政策的话 就像拉丁一 他要求保证名额给拉丁一 他就开始了 就出卖我们的利益 因为你要拿到拉丁一的选票 你是不是要按照他们的agenda 他们的证件来投票 要投票推动的话 以后那社区也不知道你 多好 所以他们的蜜月期 永远都是蜜月的 永远都可以合作 但是真正牺牲的是 我们的选民利益 是 所以邓律师 就是针对这样的问题 就是像他们来讲 像赵美心这样的一个集团 他们发展了这么多年 然后你也看到说 他们会提前预备 就是让谁填补这个空位 反正就都他们自己人了 对吧 只要是他支持的 你只要填我 对不对 你只要什么 我就把你放到这里来 怎么样 我就发展你 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来讲 我们也没有钱 我们也没有利益 我们如何能够去打倒 这样一个政治的极其呢 所以我在两年以前 我已经推动一个行动 就是登记让华人社区觉醒 让更多的民众登记成为共和党 共和党的话 他们不会认同赵美心集团的这些政见 所以我觉得的话 我们这个选区在华人社区里面 只有22%登记成为Republican 22%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登记成为40% 他们立法推动的时候 他知道40% 50%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他不想得罪 并且的话 我们也要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 是 有了这个制衡了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政治 让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治安回归正规 好 非常感谢邓律师 真的是让我们了解到这么多的内幕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呢 他不见得说脑子真的坏掉了 他不见得说脑子真的是灌水了 他就是撒谎 他撒时间长了 他就是习惯了 你是吧 为了钱 很多演员不是也是这样吗 你感觉有些演员 呀怎么还 怎么还能陪那些老板睡觉 为啥就要钱嘛 要机会嘛 其实真的就是像圣经里讲的 就是马门这个东西 你到底是要神 还是你要马门 你要马门 马门就是世界神嘛 你去拜他 就这个样子啊 你可以付出任何你的一切的东西 你可以出卖你的灵魂 你可以出卖 你所有的这些良心 你可以都不在乎 你可以背叛你的族裔 你可以背叛你的社区 所有的一切 只是为了要到这么多的钱 所以到那种境地 是非常可怜的 是非常可怕的 也是非常可悲的 所以就像邓律师讲的 我们第一步开始是怎么样 我们第一步 一个是 我想我们必须要 好好的培养 我们自己的候选人 这样避免 你说我们要选一个共和党人 跟一个民主党人去对抗 我们按照党派来讲 我们必须要投共和党 但是你有可能会发现 这个共和党人 他好像也不咋地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为了选出一个真正的正直的 好的候选人 我们必须要像LGPQ这样群体一样 我们必须像民主党的群体一样 我们必须像赵伟心一样 我们要培养好的正直的候选人 我们自己就要先预备 等到选举的时候 把这个人就给他推上去 这样的话 你投他 你是心里底气十足 你说你就给我冲吧 然后你就可以上去 再一个 11月大选要来了 针对于今年的大选来讲 我们 大家都说 我们不要按照党派投票 这个时候是必须按照党派投票的时候 你或许你可以讲说 我不按照党派投票 或许是在初选的时候 有很多候选人给你选择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出你最心仪的 你最喜欢的 但是你现在看来 很多选区里面 民主党跟共和党 民主党人 我们一定不能够让他上去 尽管这个共和党人 或许他没有那么好 但是为了避免那个更坏的人上去 我们也必须要投票 还有注册成为共和党人 我们必须要帮助他 而且像这样赵美心 集团一类的这样的候选人 他们一直用他们的脸 就是好像跟我们长得一样 但是基本上不会讲英文 然后他脑子里的想法也跟你不一样 他一直用他的脸去骗 华人社区的选民 就是你快投票给我呀 你看我跟你长得多一样 他们做坏事 做成什么样 他也感觉到没有后果 因为没有人在乎 所以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说 我们现在在看你们 我们在在乎你们 我知道你都干了什么 网上全部都查得到 我们不会再投票给你了 我们也不会让你继续蒙骗我们的社区了 所以大家注册成为共和党人 然后登记去投票 然后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一起去注册共和党人 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percentage 一定要让他翻转过来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让他们开始害怕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老百姓真的不是傻子 然后我们把好一点的人选上去 我想加上一点是 你要知道你的权利是在你的手上的 就跟邓律师刚刚说的一样 钞票跟选票 这是你的权利 对 不要把这个权利给任何人 然后不要轻看这个权利 这个是美国的政府 给你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制度 你可以在那个 你不要用这个权利去追求 刚刚赵美兴发了什么 三万张奖状 你不要去追求那个奖状 你不要去追求你可以跟他握个手 你不用去 你对他来说 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根本不在乎 你只是他的钞票跟选票 对 所以说当他这个样子看你的时候 你就要更看重你这张钞票跟选票 你花钱的时候 你要在乎的是 那个公司的价值观是什么 你要花在保守派的公司上面 你要花在基督徒 你要花在保护小孩 保护你的社区的公司上面 这个是你的钞票可以出来投票的 然后你的选票你要投给正值的人 不要小看你自己的选票 你的选票就跟刚刚说的一样 有非常非常大的用处 你的每一票都是可以改变 整个美国方向的可能 而且你可以带领你的家庭 你可以带领你的社区 你可以作严作光 你可以影响 你可以亲自的参与在一个正义的活动上面 打败赵美新机器 两点富裕 第一点的话 谢谢两位的邀请 我在这边的话 我们的观众朋友 两点的富裕 第一个点的话 这两位年轻人 一股热情 在推动我们保守的理念 难得可贵 但是在要维持这部分的话 要开大战的努力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今天也会跟网友一样的话 也会捐款 来支持支持他们 其实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支持Felicia 支持Eason他们的行动 因为只有我们这张正义的声音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觉醒起来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保护我们下一代 有一个均等的机会 就是跟我们实现美国梦的机会 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说我也想的话 如果大家能够跟我一样的话 要鼓励更多人成为共和党 给共和党候选人捐钱的话 我待会给大家一个link 这个也是我设立的网站 比如说将所有的 好像WinRed的投款 的捐款 支持我们陈正国 Eric Chin 进行国会议员 我们谈到了几个 共和党的候选人 包括Scott Bauer 他们的网站连接 我都放在里面去 并且的话 我们现在也有联合全美国 我其他州的志同道合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士 发动了一个叫做American Mega的组织 这个组织里面 我们也是要招职所有摇摆州的亚太裔组织起来 来改变选举结果 因为我们华人只有团结了 参与了 我们才能够在桌子上有一时之位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话 谢谢两位 真的是我真的跟你们两位年轻人谈起来了 想当年二三十年以前 我也是跟你一样 哎呀 邓律师 你现在你这个火头是更棒的 你这个事情是更棒 我们一起努力 你还有经验 对啊 比我们厉害多了 对啊 真是我们 我们要继续努力 朝您的这个方向努力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希望你跟我们真的是一样非常享受 跟邓律师在一起这样的聊天 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 谢谢您 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